时代来到了清朝光绪年间 路边一名清寒子弟却有着书生的谈吐文采 疑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出自黄西书院的学子 创建于光绪年间的黄西书院 一开始只是提供文人雅士以文会友的地方 后来创办人有感于周边一带的文学风气不剩 而开始招收有心上学的各路年轻学子 被称作西庸社的地方就是黄西书院的法基地 地方乡生在这个地方集资筹建了文昌庙之后 便将文昌庙旁边的书院取作了黄西书院 在文昌的庇佑之下 也让这里的风气逐渐充满了树桑气息